那因為陳乃都會跟他們開玩笑 那我當下也覺得說 我想要融入他們 所以可能他們在跟他開玩笑的時候 我也就會一起開玩笑 結果有一天就錄到一半 我是站在後面 趙哥就突然走到我旁邊走過來說 你跟我開什麼玩笑 經驗不足常常會出錯 所以出包的日常 是我剛接主持 因為在跟陳乃 然後有時候會來一些 備份比較高的一些大哥 那因為陳乃都會跟他們開玩笑 那我當下也覺得說 我想要融入他們 所以可能他們在跟他開玩笑的時候 我也就會一起開玩笑 結果有一天就錄到一半 我是站在後面 趙哥就突然走到我旁邊走過來說 你是什麼咖啊 你跟我開什麼玩笑 然後我就嚇到 而且那個錄影有被收音 因為播出來 沒有 播出來之後還有觀眾說 23分06 請問趙哥在罵誰 結果他就送出我的收音 然後我當下就真的嚇到 想說 我是不是不應該這樣開玩笑 他就是一個表演的一個姓氏 他口頭慘 什麼咖對不對 咖 今天還在骯髒 他在收音他故意 你什麼咖 他故意的 他真的打電影他會踹啊 你問立東應該被他踹好幾次 真的 他會爆打三十幾組 對啊 但我真的嚇到 所以我想說要問憲哥 如果遇到比較輩分比較高的前輩 或是平常遇到一些比較難訪的藝人 要怎麼樣去解決 只有英文字一串給你 永遠不停止的一個熱情 一直填空 對 不不不不 用熱情感化他嗎 不會破掉 不會破掉的熱情 對 赤裔大姐 然後 對 有王菲難訪問嗎 哇 聊聊聊 聊到最後 說我用腳踢他 幹嘛 畢竟下雪都沒有啊 下啦 簡短 2022年第一場雪啊 冷 冷 這一個手 做一個字 然後這一趟到台北 心裡面感覺怎麼樣 他在那 我踢他了 挺好的 然後他 哎呦 你看 看我們這麼熱情 又是老朋友 然後就聊開了 聊到最後嘻哩哈啦 什麼都可以來 我們這當一個主持人 不要失掉自己的熱情 要融化他 對 你不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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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而且女生好做事嘛 對 男生因為他 他很抱怨 他會有主持嘛 對啊 他討厭就知道 好不好 好 好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他 你不斷不斷 你不斷不斷不斷 他 你不斷不斷不斷 他 他 我先走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柏蘇瑤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一潔 一直覺得 樹女座跟水瓶座應該蠻不合的 真的嗎 對對對 可是我還聽 看什麼看 快聽了嘛 快了 好